请收看惠律法师冯雪讲座 然后他就赶快摆着被子 睡觉 因为他不睡觉 他妈妈说老虎来了 赶快睡觉 他盖着被子 反正眼睛没看到就好 因为他很怕老虎 有一天他跟他爸爸 到山上去砍柴 以前不是像我们现在 什么瓦斯电磁炉 灯一开能量就来 以前没有这样子的 都要烧这个柴 以柴当火 现在比较偏远的地区 交通不便的 有某些乡村 还是用木材 树木的枝枝叶叶 在点火煮饭的 有一天他爸爸 带着他去山上砍柴 拿一些柴 会来烧煮饭 烧热水 这突然跑出一只老虎 这个老虎 刚好咬住他的爸爸 这个老虎的力量 非常的大 咬住他的爸爸 那个时候才八岁 这个黄香才八岁 突然这个爸爸被叼住了 这个小男孩 这个小孩子呢 就拿起斧头来 就朝着屁股上面砍了 看了这个家伙 这个老虎啊 一下子屁股啊 被斧头砍了 吓一跳 这嘴巴就松了 他爸爸 哎 就掉下来 来老虎就跑了 现在呀 就问问题了 为什么 一个这么怕老虎的小朋友 突然 被攻击老虎 这谁也没有料到 这老虎也没想到 咬着他爸爸 他说啊 这个黄香啊 这个小朋友 屁股啊 老虎啊 一个斧头砍下去 这个时候啊 他爸爸也解救了 跟他爸爸一起啊 回到村子里面 有人问他 哎 你平常很怕老虎啊 一听说这个老虎 你就不敢哭了 为什么敢去砍这只老虎啊 他说啊 我爱我爸爸 我不能失去这个爸爸 这爸爸 啊 给老虎叼走了 我就没爸爸了 那个时候 哪来的勇气啊 不管一切 坎了 我这个黎子 八岁 就能 救他的爸爸一虎口 意思就是说 人类的潜能 人类的潜能 是不可思议的 只是我们太慵懒了 不愿意把我们的勇气 拿出来 我们今天想成佛 一定可以打败你心中那一头啊 无名的老虎 只要你发大菩提心 来头无名的老虎 很快就被你打扮 这个故事 也蛮有启发性的 我们为了正法 我们应当 发大菩提心啊 是不是 把大菩提心 没有分男女的 啊 毛主席讲的 你能 也可以撑起 半边天呢 是不是 把菩提心 不分男女 什么人 给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